热大的仓库空无一日 突然 角落传来一声可怕的嘶吼 伴随着镜头放动 只见一只形似昆虫的怪物飞奔跳跃 很快就扑倒了摄影师 天下变成了惊悚 我们的故事就此拉开帷幕 时间到过到一个小时之前 艾米嗅到了风声 她带着摄像师 悄悄来到一处无人仓库 警笛声刺激彼伏 一看见有大新闻 只见现场躺着三具尸体 可警方拦着不让他们进去 也不肯透露到底发生了什么 艾米是个小小的天气预报员 她总是想播个大新闻 早日甚至加薪 走向人生巅峰 好不容易有了机会 她怎会轻言放弃 她绕到了仓库后面 终于找到了入口 几分钟前 他们接到线报 说这里有个形似 蜥蜴的怪物出谋 摄像师有些害怕 他们对现场的状况一无所知 万一被杀了怎么办 话音未落 只见头顶正挂着一具尸体 鲜血滴滴答答 淋了艾米一脸 紧接着 他们又见角落 躺着另一名男子 他的脖子上有两个大洞 早已断气多时 即便是如此 艾米依然没有退缩的念头 一身可怕的嘶吼打破寂静 他们正和怪物共处一世 到底是新闻重要 还是命重要 就在摄像师艾米 争执不休的时候 一个男子突然窜出来 男子是这里的员工 他说怪物已经杀死了 他的三个同事 男子为他们指明了出口方向 却说他们赶紧离开 随后不惜以身犯险 亲自做诱饵 吸引怪物的注意力 这盛情难却 既然有人主动牺牲 此时不跑更待何时 这时候 只见一个形似昆虫的怪物 突然从角落窜出来 他飞奔跳跃 快如闪电 眼看着摄像师危在旦夕 不知从哪 又飞来一阵阴浪 向怪物轰出了老远 来人正是庇护所的海伦 威尔和亨利 他们刚刚用超音炮 暂时击退了怪物 一行人对不知死活的艾米很不满 他们在这里毫无作用 还会偷大家的后腿 可艾米就是死皮赖脸 说什么都不肯走 还承诺 不管拍到了什么 一定会把袋子还给他们 海伦能怎么办 总不能扔下他们等死吧 于是四个人只能拖着两个雷坠 开始了裂魔之路 亨利探测到怪物 就在仓库的西南角 他们计划布置一张捕捉电网 在游牙石里 将怪物引到陷阱内 一切准备就绪 众人躲在角落 静静地等待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怪物居然能够摆脱十万伏特的电网 不知跑哪去了 这意味着 怪物远比他们想象的更加强大 张一星人乱了阵脚 刚才拍到的画面 已经足够艾米甚至加薪 可他觉得还不够 这群科学家神神秘秘 不为外人知晓 如果能够拍下他们的行动过程 那么艾米就能一夜爆红 成为电视台的一姐 这话说得容易 大家都是轻装上阵 唯有可怜的摄像师 扛超是轻重的机器 气喘吁吁 行动不便 海伦说 这个怪物是亚洲蟑螂的变种 他们生活在朝鲜半岛沿岸 极其稀有 看样子是有些不怕死的 强行把怪物带到了这里 他们找到了原先关着怪物的箱子 里面全是厚厚的猪网 看上去恶心极了 头顶传来直升级的轰鸣 原来这地方已经被严密把守 特警还有15分钟赶到 也就说 他们必须要加快进度 摄像师紧张极了 一路巴辣巴辣 他只是一个听之认知的小角色罢了 他可不想死在这里 艾米试图有美人计 从亨利的口中 掏出点不能说的秘密 然而亨利压根就不止这一套 同位团队的小角色 亨利非常享受自己的职位 反倒是艾米野心勃勃 看不得别人出风头 就在此时 众人在角落发现了一名幸存者 他正是刚才牺牲自己 试图让艾米和摄像师逃命的英雄哥 英雄哥身受重伤 好在没有生命威胁 或许怪物只是想消除眼中的威胁 杀人并非他的本意 英雄哥吓坏了 怪物拥有超高智商 速度又是如此之快 他来无隐去无踪 其实小小的人类能够与之匹敌的 不止如此 怪物甚至还切断了电源 小哥慌忙打开了摄像机的灯光 不想怪物一直躲在暗处 以训练不及掩耳之时 朝众人扑来 摄像师和艾米全身指挥 啊啊哇哇哇 除了拖后腿 起不到任何作用 经过一番自己的枪战 庇护所成功给怪物打了几枪镇定剂 可镇定剂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反而让怪物变得更加狂躁 怪物只是一只昆虫 却聪明到懂得切断电源 因为在黑暗中 他能够看得更清楚 威尔分析道 怪物是被人强行带到了这里 可这周围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牵制住他 他为什么不逃走 反而一直守在仓库里 不断地攻击他们 威尔和阿什利 找到一个被锁死的货仓 上面满是怪物的爪痕 怪物对这里面的东西 很感兴趣的样子 威尔打开货仓 只见里面藏着一个 岩石的生物箱子 打开一看 竟是八个巨型的怪物袋 你看 这像不像你刚买的美装袋 难怪怪物一直守在仓库 说什么都不走 人家是个母亲 他只是想保护幼崽罢了 话说怪物在小岛上 生活得好好的 天天养养孩子 抓抓鱼 与世无争 砰的一下 就被人给绑架了 还把他的孩子给装箱了 换谁不愤怒 盒子上是密射的标记 又是那个不讲武德的民间组织 他们到处绑架一行研究 还经常做一些残酷的人体实验 怪物正在提刀赶来的途中 显然他们守在这里 不是明智之举 然而就在此时 又有了更严重的突发状况 原来刚才身受重伤的英雄哥 不知为何突然抽搐 和土白沫 不到一会儿就死了 可这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会说死就死呢 原来怪物不但速度快 攻击强 甚至还有毒 只要被怪物咬伤一口 不到一会儿就会中毒暴毙 此时艾米才知道害怕 她还以为这是半家家酒呢 随便混进来拍点图像 就妄想飞黄腾达 也不看你有没有命出去 众人重新商讨对策 既然怪物只是想保护幼崽 不如直接利用幼崽 将怪物引进货仓 然后迅速把货仓脱离现场 特警正在外面进行大面积的搜索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不多一会儿 他们终于等到了怪物 这哪是蟑螂啊 分明就是一只巨型蚂蚁 众人一拥而上 将怪物牢牢锁进了货仓里 任务出席的顺利 可还未来得及高兴 就听见不远处 传了好几声枪响 等他们赶到 这间遍地都是特警的尸体 可他们明明已经抓住怪物了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怪物不止一个 想来也是 一只怪物如何繁育身子 这只怪物 可比刚才的那只凶多了 它来无隐去无踪 飞奔跳跃 突然就扑向了摄影师 可怜的小哥 他只是一个没主见的舔狗罢了 就这么被艾米给害死了 拍摄到此结束 最终 庇护所还是没能打到怪物 他们迅速撤离了 那个是非之地 至于怪物和幼崽的去向 也成了未解之谜 艾米希望能够带走这盘录像 是的 即便害死了英雄哥和摄像师 他还是不愿放弃 甚至加薪的机会 他满脸真诚的保证 自己只是想拿着录像带 跟领导交差罢了 他会把一切关于庇护所的镜头 都删减了 一定不会暴露他们的存在 考虑到这卷录像带 是摄像小哥拿命换来的 海伦思虑再三 还是决定相信他一次 艾米接过录像 心满意足地离去 临走前 还在亨利的脸上 落下轻轻一吻 艾米刚回到单位 就迫不及待地通知领导 自己弄到了一个大新闻 很快 他就能从一个小小的天气播报员 竟身为电视台的当家主播 女人深吸口气 就在他打开录像 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时 却不想录像 早就被海伦给掉包了 他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 冷血坏女人罢了 这种踏着同时尸体摸索的人渣 就该一无所有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这集的拍摄手法很特殊 编剧用伪纪录片的模式 讲述了一个不算是很精彩的故事 人性的贪婪和自私 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因为想做研究 就不远外里 白鱼是无证的怪物全家都绑架来城市 压根就不管怪物一旦逃走 会对人类造成灭顶之灾 不过话又说回来 怪物能活这么久 要是让那些蛋都孵化出来 对人类迟早也是威胁 一行庇护所第一季已经接近尾声 大部分故事还算精彩 唯独这集故事 谁都快一出屏幕了 几个主角全程就在那里 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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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物的镜头少之又少 感谢编剧浪费我宝贵的45分钟 我谢谢你全家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